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皮也是毫不客气 卢大师表示为什么是我 肯定是你 玩三个啥子都知道 有一句著名的话 我就不重复了 好 但是8号位的蔡文基为啥躺枪呢 咱就不懂了 好 我们就一个顺手切羊 往下架减庸数了一下 实在是够不着 主公没有办法 是吧 开个无中生友 有个过额拆桥 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过额拆桥 我们拆掉了主公最后一张内裤 要干嘛 踹了一下 把所有的牌都给了鲁树 这招玩的相当的帅 这怎么为什么相当的帅呢 即使你给错了都不要紧 如果你给鲁树 鲁树是忠诚的话 他会怎么做 耗失主公啊 你这没他没啥损失 是吧 主公是零手牌 我们也是零手牌 如果鲁树是反贼的话 我们刚才这个动作 鲁树肯定会耗失我们的 是吧 所以不管鲁树是忠是反 他耗失的牌都会落在我们祖宗手里 是吧 他耗失了我们 那要是反了 简庸也跳了一个反 鲁树给了我们五个杀 同时给了我们一个借刀杀人 他自己又用了一个借刀杀人 显然他是准备把诸葛连弩 待会儿留给我们 是吧 好 鲁树一看 三个反贼已经出来了 就开始对五号位的虞帆有想法了 是吧 虞帆也毫不客气的回了鲁树直接就把自己的血给加上了 好 那六号位的这个借鲁树开了一个万一七八 我忘记跟大家说了 这还是老陆像啊 曹皮的这个四个上限还是看不出来 是吧 看的只是三个上限 好 蔡文姬是这个陈琴鲁树 然后虞帆救了蔡文姬啊 实际上虞帆是反贼 他只是这个报复鲁树下而已 好 那我们的曹皮被无限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没有达到翻面鲁树的效果 那鲁树就是忠诚了 哎呦 结果发现蔡文姬不是反 他是内 是一个内奸倒下了 那在我们心里明白了 假许就是反贼 是吧 其他人身份都清楚了 检佣鲁树可能还不在鼓里 我们已经非常明白了 好 这个蓝文姬咱是杀死我的错误啊 这有诸葛连鲁有寄刀杀人 咱们反正有灰兔啊 这个沈一个杀还真判了一个红啊 判了黑了 大不了咱能树威啊 好 这一下子啊 可惜啊 这个嘉义玛呀 咱开了一个五五风灯 还是没有找到简一玛或者是国拆桥 把简佣的嘉义玛给弄掉 是吧 那这怎么办呢 哎 我们先利用主公把鲁树给翻面了再说 看这个时候主公是掉了一滴血 但是现在看不出来 是吧 好 我们抢过鲁树的诸葛连鲁我们够不着简佣不要紧 让牧神来搞 是吧 牧神左右都没有加一把挡着啊 诸葛连鲁和一堆杀到他手里 肯定是可以的啊 好 这个简佣开五五风灯 他拼赢了啊 所以减少了陆逊为目标啊 陆逊是拿不了牌啊 但陆逊表示啊 那个我不care了 这这么多 诸葛连鲁这么多杀 我怕啥啊 好 你打我们直观打 是吧 咱们反正是灰兔啊 加顺威 胖黑就顺威主公啊 这个没有啥损失 好 那么余帆也想再进攻一下 再挣扎一下 是吧 给鲁树加血吗 选择给自己啊 因为陆逊是有这个诸葛连鲁的 是吧 所以余帆就把他把加一把给自己挂上 但是在陆逊眼中现在更重要的是干掉鲁树啊 而不是干掉余帆 是吧 大不了你加一把 我把假许干掉也是一样的 好 这个过河拆桥一来 余帆悲剧了啊 陆逊是还可以用冠之斧再出一个杀的 是吧 杀完之后再换祝国连鲁 突突突突突突突 估计余帆就倒了啊 余帆一倒 加许拖管也不用再挣扎了 最后这个加一马还可以打一打 因为加许居然没被拖死啊 这是悲剧 这个杀肯定是杀不着啊 最后干脆完杀自己啊 结束这痛苦的这个时刻 是吧 好 我们的曹皮在一起弄 把这个加一马一拆掉啊 我们的简佣也不用再挣扎了啊 如果曹皮还很机智 不踩加一马 直接用麒麟弓射掉 更加霸气 好 最后的收尾工作就我们来 叮的一个救杀 将简佣带飞 是吧 好 那这实际上是一局奥斯卡啊 我们这位二号位玩家玩的相当的聪明 虽然啊这个MVP不是我们 但实际上我们第一轮的那个名剑啊 非常的霸气啊 我们的主角ID叫小助手小杀啊 感谢他的朝日啊 那一次名剑鲁术那是左右都不亏 是吧 不管鲁术是中是反 那咱反正是赚到了 相当牛逼 好 刚才我们的鲁大师反贼是一个配角啊 那这回我们来给大家放一个主角 鲁大师反贼 处在五号位 主攻是孙奔 这个位置是经典的啊 这个这个群内鲁术反的位置 是吧 近位中远位反 当然有一个大神说过 那这样的话 我在三号位或者七号位选鲁术的时候啊 你说我始终是反呢 那就不好定位定义了 这到底是近位还是远位呢 那个每个群有不同的定义法 那不管怎么说五号位 那基本上毫无疑问 那又是最远位 是吧 好是谁给我们打的反无线啊 是连打了一个反无线啊 这家卫为什么要坑我们还是手抖啊 害得我们这个蓝弯陆青掉了一滴血啊 相当的悲剧 是吧 好 我们的魏妍要杀 那主攻一下跳了一个反 是吧 我们的刘表有我们在 他估计是不敢自首了啊 但这样这样的话 他如果是中的话 我们也估计要要麻烦 你看果然啊 刘表就拆了 卢大师五号位 就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好在他没有武器啊 这九杀没完 我吃上来 曹冲 又是个蓝弯陆青 这蓝弯也是中 我们这有点要玩的意思啊 是吧 这个蓝弯一放啊 主攻估计要卖一下魏妍 掉一滴血 是吧 好 他不要杀我们啊 杀了一下也行啊 也好 你不要再搞进攻就好 我们正好可以达到好石啊 好 我们吃一个桃 树上枪不给我们啊 咱们 看见没有 反 跳了身份啊 把树上枪的牌换给了鲁树 是吧 跳了一个中 那时候李延啊 这一刀杀上去 他要是反贼了啊 哎 还好 主攻有桃子把我们给救回来了 好 树上枪两次量住啊 没有给李延补牌 他他起来是忠诚 那么张文华就应该是反贼了 那在我们眼里是清楚了 正好张文华被烙了啊 这一烙 大家可能就以为其他人可能都认为张文华是 呃 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反啊 不 哎 不对啊 其他人可能 其他人可能觉得奇怪 为什么 场上会多一个中 是吧 好 鲁树啊 这个魏妍打门又被忠诚给阻止了啊 我们这一个反跳是被逼的没办法啊 被盲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想反跳一下 然后因为有曹冲的存在啊 我们虽然看的看似很危险 那实际上一点也不危险 是吧 这也会好施是摸五张牌啊 因为有督良的效果啊 既然如此 我们现在还不敢跳回来 因为曹冲已经表示 好怕鲁大师是装的啊 应该发现场上多了 这个这个多了一个中 是吧 所以说我们 干脆还是再坚持一下 只要你曹冲不死 只要你曹冲这两个装备挂着 我们虽然一血 但也是这个非常安全的啊 好 这个李延杀我们八卦如果判黑的话 大不了曹冲翻面啊 大不了忠诚翻面来把我们反贼 是吧 好 树上枪看样子是要把李延给收割了啊 李延就去了 算了 是吧 咱把你卖了啊 大不了靠内奸 我们武术只要活着 一切皆有可能 当然也不能死太多啊 好 内奸终于跳了 是吧 内奸一看 场上多一个钟 还死一个反 还要死第二个反 太得了呀 内奸赶紧跳了出来 我们松了一口气 是吧 装了半天 终于看见看见一点希望了啊 好 我们现在要做了就是早日 把状态回复起来 对吧 这个虽然有曹冲把我们 但这样挂着总不是个事啊 好 这个刘表已经开始对曹冲有想法了 是吧 这一个决斗 曹冲来人者爱人 人恒爱之啊 我们爱你啊 这是磨磨大 好 吃一个桃 树上枪又来啊 干得漂亮 谢谢啊 谢谢你给我的牌 是吧 我和那个这一刀就像是我们这个这个这个还给你的啊 好 曹冲刚刚保安卤树终于发现我们露出了疗牙 又来保树上枪 但孙上枪已经这个样子 加上曹冲又是一个翻面状态 已经开始祖宗方要开始悲剧了啊 张正华专制各种不服 是吧 好 这个孙孙奔看样子是没有杀啊 他手上这四张牌 估计我们把他跟张正华换一换或者跟卫颜换一换也是一个非常爽的事情 刘表还想自首吗 估计自己牌多不怕啊 好 曹冲既然被翻面了 那我们就很爽了 是吧 是一个号师 又是万箭又杀 孙上枪估计差不多了吧 先杀一刀再开关键 先换一下 开个关键 孙奔刚才没出手了 十六八九 手上的伞比较多啊 所以把他先给卫颜换一换 是吧 这个时候卫颜可不能随便死哦 好 曹冲吃了一个酒 那还可以抵挡张正华一次 张正华给他一个杀啊 曹冲喝一个酒还可以不死啊 现在进入环乐三维三啊 环乐三维三啊 这样刘表估计又要跳回去了 是吧 卫颜现在岌岌可危 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啊 好 吃了一个桃 我算是松了一口气 杀孙奔哎呀 多希望他能杀中再吸一口血呀 不过好在他把手牌打着打到了一排 我算是松了 有点放心了 好 这个时候刘表又跳回到这个这个祖宗方去了 是吧 虽然他在顺曹冲 但估计还是会把布林环给他的啊 好 曹冲也回到凉雪 挂上珠雪一扇 继续砍卫颜啊 你砍不死就行了 你把他砍到一血了 不要紧 是吧 咱们拿一个好事 哎呀 又有一个篮板呢 咱们把铁索连环给去掉了啊 这为什么不连刘表这个杀曹冲一下 让刘表掉凉雪呢 那不是很爽吗 好 曹冲蹭了一个伞啊 咱们就只换这一个伞啊 不贪心啊 手上这个要留满手牌 还有加一码挂着过啊 毕竟曹冲有春歌专制各种不服 是吧 这啪的一下子 春歌 哥把草丛给灭掉了啊 好啊 这个春策把我们乐住了 那不要紧呢 你这个卫颜在这里 除非你刘表能打到零手牌 是吧 你打不到零手牌 乐住了我们 我们一个好事 还是可以给卫颜弄的啊 好 刘表看见我们被乐了啊 大大方方的来了一个自首 我们说了一口气 哎呦 这个乐还添过了 添过了 咱们就不啊 不好事了 来一个大地萌 是吧 咱们地萌 刘表跟春歌 春歌加上丧事直接报到了八排 现在十排启动 彻底击垮 主宗的信心 可惜春歌这个不造成火炎伤害啊 否则这一个传导啊 就可以直接灭掉了主公了啊 好 刘表桃子还比较多 依然没有死 主公孙奔估计又摸了两个伞 无可奈何啊 刘表只要搞不死我们 他基本上可以投降了啊 刘表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啊 那个彻底灭掉他的希望啊 将刘表带飞 孙奔也不再挣扎了啊 这把我们卫大师一上来被忙的比较比较惨 是吧 这个反贼李恩不知道为什么 首剑可能是点框 他想无限自己 结果把我们的无限给反无限了 莫非其妙的掉了一滴血 又承受了内奸跟曹冲的火力 我们一看势头不定啊 马上装了一个钟 是吧 在曹冲的保护下 我们虽然造成了内讧 但是医学稳如泰山 终于在骗到树上香 两柱排之后 咱们反杀了树上香忠诚 然后开始进入三归山对刚 但是面对的一个养回了状态又有八卦症的罗素 主中方毫无悬念的扮下自来啊 这个主子角 ID 叫吐出钉 感谢他的录像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远未忠诚 这回我说过关于奥斯卡的录像 我都是穿插着放 以后就不做专门的奥斯卡的视频了 是吧 因为前面一两个大家可以可能看的还仅仅有位 后面的再放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大家都知道 剧情事先都已经剧透了 看着就没有那么精彩了 是吧 好 那这把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的录像了 好 虽然是孙奔主公 我们五号位选择了这个郭皇后 郭皇后在远未当忠诚的啊 那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左右两边啊 不知道是不是队友啊 如果没有队友的话 我们会非常的寂寞啊 要连麦两血才能真正的发挥 好 蔡夫人一上来没有窃听啊 要么就是卡拉啊 要么他是故意的啊 他不想 因为主公挂了一个家里马 你是摸牌呢 还是抢马呢 他作为一个没有防御的八号的武将 山学小顺皮 他如果摸马 可能会被忠诚打啊 摸牌 可能会被反贼打 是吧 所以他干脆那个装一个卡 啥都不动啊 但我们的这个元素应该是跳了一个钟 是吧 这个搞了一下 好 蔡夫人看来是真的离线了啊 张鲁搞的时候他也没有做任何动作 好 我们的剑马超跳了一个反 火攻了元素一下 顺本直接打了一个无限可击 保护自己的忠诚 剑马超继续无限 好 这位四号位的剑马超也是啊 那个一个比较暧昧的位置 是吧 好 我们看着这个无中生有现在啊 我们左边既然是剑马超 那我们的角超估计很难发挥了啊 只要我是反贼啊 好 我们想了一下这一个杀 没有杀剑马超也没有杀元素 砍了下这个张鲁啊 毕竟孙笨主 我们还是想模糊一下的胡瓜泰 胡瓜泰 大了方方的跳了一个反啊 然后把元素打成了这个产样啊 我们元素还是有点危险的啊 好 张鲁改了一下啊 他没有用红桃改啊 他不确定中瑶的身份 只是换一下自己的米而已啊 这就是 这就是因为蔡芬能一开始卡造成的啊 蔡芬能这个绞杀同样不造成不差什么身份 那这个乐和这个蓝蛮应该是跳了一个中啊 中瑶跳了一个反啊 这个身份就这么出来了 这个蓝蛮怒心 我们终于卖了一滴血 但是左右两边都是敌人啊 这一滴血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再卖一滴才行啊 更晃这个再啊 再往旁边三号位 七号位也是反贼啊 其实马超 超跟温哥泰都挂上了加约码 我们还是不行啊 很依然没有办法找队友搅招 是吧 我们除了再多败一滴血 别无选择啊 同时马超 卡文我们还卖不了这个血啊 幸亏有元素在这里吸引火力 哎呀 这个火力刀啊 元素的挺 这个菊花爆的那叫一个藤啊 咱们犹豫了一下 纠结了一下 觉得元素这样的武将还是得保的啊 两个桃子还是得出呀 没有办法呀 好 那我们这个杀 杀谁呢 没杀 还不如变蔡芬能窃听一下啊 杀谁 都是都是痛 是吧 好 这时候吴国泰不知道什么想法 可能想用黑桃找这个中瑶刷下牌 那这一刷牌 这个乐不思路就必中啊 哦 原来吴国泰他有无懈啊 结果就被蔡芬能反无限了啊 中瑶被乐了 我们发现没有 这局中瑶的发挥相当的屌啊 这个这个他的这个左定啊 一轮发已经发动了两三次啊 还是还是三次 好 我们的孙奔跟我们是同样的尴尬 我们尴尬是左右两边都是敌人啊 孙奔的尴尬是左右两边都是队友 是吧 只能经典的 盼摩骑过 好 元素就是元素 是吧 哎呀 我说这个左定 我来个去 这是什么人品啊 这是一个九杀 九杀菊花 张如居然直接左定一个伞啊 我们的元素表示啊 这个这个人生为何如此的艰难啊 好 我们的这个马超继续抱元素的菊花啊 这个杀又是一个左定啊 这一回合左定能发动多少次啊 这是这是朱瑶 这这样不削弱还能玩 好 这个吴国泰继续把黑黑飞机的装备啊 黑桃装备往中瑶身上撸 是吧 这个装备又可以当一个桃子用 好 这个蔡夫人可惜已经有一个红桃加一把 已经抢不到这个黑桃加一把了 好 把蔡夫人把火力盯在了吴国泰身上啊 这一个决斗 吴国泰那个不补一吗 估计手上是桃子 还是还是一个基本牌 马超出了一个桃子 保住了吴国泰 不知道蔡夫人给孙奔一个武器没有啊 这个不能把移动起来啊 原来给了一个黑桃的这个这个吴国泰 但是要杀这个八卦张如 这何苦的 你何必的 这不是给张五开季了吗 这个悲剧 但是孙奔实在是太寂寞了 不杀张五 他能杀谁啊 好不容易有一点长度 不爽一下能看 哎呀 这个兰马独青太及时了啊 我们为了有技能 为了脱离白马子 他们医血又何剧 医血又何防啊 咱们终于变身了 是吧 但是现在只有医血 而且场上的形势已经比较艰难了 好 元素明白啊 我们已经变身赶紧 把我们把木刘马传到我们身上啊 当然他不传太得气啊 好 元素可以打成这样 估计很难见到明天的太阳了 是吧 马刀这张货牌正着定啊 哇靠 这把我们的木刘马也抢了啊 这一个铁剂响的一下来 元素第三次被马刀暴剧花啊 这一回这两个蓝银之间的激情是相当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恐怖啊 好 这时候元素一死 哎呦 我们这一下子我摸一个蓝银路心 咱们先白银狮子矫躁一个蓝银甩出去啊 把管贼的桃子都打出来 是吧 吴国泰号了中瑶一个桃子 然后中瑶既然出了桃子 他这个黑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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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绝影就不能再用作啊 这个佐定的桃子了 是吧 好 这一次这个这个吴国泰没死 张鲁死了没 张鲁没死的话 马超能死没啊 这时候这个张鲁问你的马不能用吗 抱歉 不能用啊 是因为中瑶他应该第一个呃 呃 第一次桥桃的时候应该用自己的马 后面两次再用真桃子的 但是他因为这个排序失误啊 无法把张鲁捞回来 是吧 然后造成了连鼠效应啊 现在咱做个连鼠都掏出来了 反正眼看着刷刷刷的被我们连干三个 第四个他虽然不能用桃啊 但是他可以活墨伞是吧 这个活墨伞躲过了一截 然后中瑶的恢复能力还是不错的啊 所以咱们并没有啊 这个这个啊 并没有这个这个特别的啊 占优势 毕竟现在是欢乐而然而已 主公没有觉醒啊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AOE随便放啊 主公肯定能够接觉醒了 咱们又放了一个AOE 把慕容马给了主公 希望那间不要失票啊 中瑶是够不着啊 如果中瑶挂出了长度够着了 看那间失还是不失啊 希望那间给点面子 好 既然那间不失票 那一个觉醒的啊 主公孙奔啊 加上一个变身的超级赛亚人郭皇后 虽然你中瑶很屌 是吧 这个欢乐而为啊 咱们还是占优势的啊 中瑶眼看已经要完了啊 这是 连一杀一决斗 还没到我们出手就挂了啊 咱们又有一个顺手牵羊啊 然后又可以搅躁啊 又个这个这个待会对蔡夫人打击啊 肯定是刷刷的是吧 好 我们再一个顺手 顺了他一个九 再搅躁再一个顺手 看看九杀杀不杀得中啊 只能顺了一个八卦 呸 九杀 命中了 哎呀 九他还有一个九 没死 是吧 咱们把这个伞给主公 现在就怕这个内奸失票了 其他咱都不怕了 是吧 好 这个主公实际上他可以把蔡夫人扒光了 不用给我们扑 扒光蔡夫人就赢定了呀 是吧 那不可能有别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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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的方法 你把蔡夫人扒光 你自己断杀了 我们随便啊 我们也断杀 随便一个脚照 蔡夫人也就撬辫子了 那主公还是选择了给我们补牌 并且他抢到了人头啊 好 这位主角ID叫顾竹子笋 啊 这个比较晦涩 但是这把过皇后 还是玩的有点精彩的 好 忠诚反贼都看过了 最后我们来一个七号位的内奸啊 啊 这个主公是刘小胖 刘小胖 我们的内奸选啥呢 刘小胖 我们可以考虑选一个呃 这个回合类威猛一点的 是吧 可以那个让主公放放拳啊 毕竟这个回合位威猛的这个武将 如果得到了刘小胖的放拳啊 有可能打下全场动两次啊 好 我们果然选择了王鸡啊 看看 能不能骗到放拳 哎呦 结果刘善选择了盲放这个戒皇盖啊 六号位戒皇盖 你确定他就是中 结果被打脸了 戒皇盖是个反贼啊 这种威猛武将啊 连动两次啊 主公扛不扛得住啊 这小胖板 赵云再动一动还得了啊 哎呦 结果好在赵云是忠诚的 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好 这时候这个赵云顶着雷击啊 这一个冲阵啊 把这个这个左慈连打两血 左慈觉得赵云是累啊 为什么不是累 为什么直接进攻左慈呢 哎 但是我们才是内奸啊 貂蝉一个反贼 我那个去就是要牺牲自己啊 把主公给烧死的这件意思吗啊 这一个离剑啊 主公掉血 是吧 然后再火烧自己 我们还真救不了啊 还好他没有成功啊 这个朝人解主公解貂蝉 你何必呢 你解主公连皇盖啊 是吧 这个忠诚大的啊 好的 他们 就是牛马给了主公 希望能把主公一下命 自己这一个巨手啊 还是相当霸气的啊 李延那就后面就都是反贼了 是吧 这一个这个这个都良 哎呦 诸葛连主突突突啊 这朝人看样子没闪啊 第一个杀是没亮出 诸葛连主的时候 是吧 这样他被这个都良了 这样的话这个延迟收益是联稿两人的啊 这个李延去都 朝人还是比较爽的 是吧 这个都良的补牌要过两轮才能兑现 哎呀 这个强力忠诚直接就挂了啊 在头上的都良还一直顶着 啊 悲剧 好 这样的话 只能靠我们拯救世界了 是吧 这一个蓝蛮诺青啊 咱们制衡来了一张伞啊 这个没啥太大的用 但咱们火攻和杀还是能干掉 佐持的啊 干脆直接杀吧 是吧 佐持平板他没伞了啊 把这个伞给制衡掉 这是最没用的 是吧 可惜来了一个雷杀 也没有太大的用 好 这个铁主连环再制衡一个无限 哎呦 又来了一个蓝蛮 咱先火攻 是吧 然后再把一个杀制衡掉 正好一个黑桃命中了 把李延搞死 结果没搞死 咱一个乐不成熟 再制衡一下 还是没有搞定 最后既然搞不定的话 咱们就不慌 是吧 先一个这个禁区 再让主公放权就是了 好 这个吴竹心有 漂亮了 这个藤甲给扒掉啊 如果刚才咱们想放蓝蛮的话 我们可以乐这个黄盖来扒貂蝉的藤甲 是吧 当时乐貂蝉就没办法了 好 不过安立卫骗到了放权 还是有希望的 这一个蓝蛮怒心 李延没死 咱再来一个蓝蛮怒心 这后面牌咱都觉得有用 是吧 这就不就不发动旗帜了 不要无脑发动机能 貂蝉终于扛不住了 就把三个蓝蛮下去 有几个反贼能扛得住 李延还可以再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咱们一个火攻在抢救呀 好 这个咱是一个红桃 就乖乖的去吧 咱乐不成熟 要留着桃子 没有太大的用了 因为黄盖在我眼中已经是个死人了 把赵云扒了一下 可惜啊 那赵云手上扒掉一个没用的冰箱寸断 他别来一个杀伞就麻烦了 好 咱先干掉黄盖 再说 然后把赵云给乐住了 要不要乐赵云 不用 对 乐赵云就对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放权回合 现在当然安立卫了 把两个全部乐住了 好 放权回合赵云被乐之后 又是我们斗了 咱又有一个过 又有一个树有切羊 赵云是死定了 再制衡一下 只不过一个决斗 玩了一个去 死定了 咱三分之后 要不要玩棋子 都不要紧了 在一个决斗直接带飞小胖 这就这么赢了 王鸡泪就是这么霸气 咱只骗到了小胖一次放权 就已经把场子给砸下来了 相当的牛逼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忘记报一下了 王鸡的ID三国楚慕 感谢他的投稿 好 今天录像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 上期砍过区役 其中提到了袁绍 是吧 因为袁绍非常成功的把手下像区役这样的大佬给火兵了 而没有引起任何负面效果 但相反共生战火兵牛鱼就引火烧身了 所以我们知道袁绍在历史上肯定是一个被丑化的人物 是吧 因为他是失败者 但是无论怎么丑化 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 就是在关度资战中 曹绍被袁绍打的是捉襟见肘 眼看就要完蛋了 要不是出现许优那档的事 这个胜利就结果肯定是改写了的 既然这样 曹绍如何解释被袁绍打得这么狼狈呢 只能在史足上无节操地夸大袁绍的兵力了 总之袁绍兵那是多的一大糊涂 他是十万以上 我曹绍就只有一万兵 是吧 所以我以一个一比十的这样夸张的比例跟袁绍打 所以才被他打得捉襟见肘的 但这种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当时裴绍兹就直接在他的三国之柱里面就提出了强烈质疑 只要稍微有点局势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十万打一万 还能被反杀 夸张的太狠了 而且曹绍的兵力怎么来说 那个时候都不止一万 这点裴绍兹有专门的分析 还有很多大流都考证过 我就不多说了 是吧 因为此处上成王败寇就是这样的 曹绍跟袁绍的关系一开始是不错的 在汉末的群雄争霸战之中 这两个是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内恒春雨的他的观点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玩过国战就知道 在这种混乱的过程中 如果国战八方都不亮 每个人都是你的敌人 或者是国战规定 同一势力的也不是队友 是吧 这八人大混战 或者你以前玩星际魔兽 有这种free for war 这种打法 只要玩过类似的这种多方博弈的大乱战 大家都知道 一般来说你是会找同盟的是吧 虽然你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所有的人 你的同盟将来也会成为你的敌人 但是你那种混乱的情况下 如果你真的不找同盟见谁打谁 或者一顿乱咬 那肯定是要被罪先淘汰出去的 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Hunger Game 有没有 饥饿游戏 这也是有类似的表现 据说还有国外的心理专家专门研究过心理问题 是吧 饥饿游戏里面就是那帮人互相都是要杀死 互相要自相残杀的 最后只能有一个获胜者 但是这种残杀一开始 他们会自然而然的组成一些同盟 是吧 可以看见那个饥饿游戏一里面 有一个比较屌的男生 周围是汇集的一帮他的同盟者 是吧 这些同盟者最后肯定也是要被他干掉的 他们也知道最后肯定要自相残杀的 但是也不得不组成同盟 袁绍跟曹操也是一样的 既然我们有交情 既然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那还不如我们两个组成同盟 是吧 先把其他人都淘汰了 我们俩进决赛 最后把其他人淘汰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打一场针巴战 这就跟这个饥饿游戏里面那个女主角跟男主角 是吧 最后把其他人都干掉了 只剩他们两个了 男主角对女主角说了 行 现在就盖我们俩了 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 你直接杀了我吧 我也不想再挣扎了 是吧 就这意思 袁绍跟曹操一开始 两个绝对是合作关系 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段谈话 袁绍说 我北距燕带 是吧 占据北方的地区 这样有一个稳固的大和方来发展 曹操说 那这样的话 我就不跟你抢北方地区了 我反正就在中原发展 只要我能够好好的任用我手下的人 我也是可以成功的 很多人用这些话 觉得曹操比较高明 也是因为事后诸葛亮 因为曹操获胜了 但我们知道袁绍占据燕带 那是相当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他后方非常的安全 是吧 不会随时处在四面受敌的结果 曹操在关渡之战的时候 他虽然处在中原 但是他四面随时都会被威胁 一个孙策有可能威胁他 一个刘表也有可能威胁他 但是曹操运气比较好 孙策突然死了 是吧 这样他可以放心了 刘表内部发生了叛乱 有一个长沙太守张献 在环节的支持下在搞叛乱 刘表也暂时无暇顾及 所以曹操虽然地理位置不是很好 但是当时运气不错 挺了过去 但袁绍他那个弟弟的优势是发挥的相当好的 但是如果曹操也像袁绍这么想 凭什么让你占据燕带这种优势地方 这种好地方我也要抢 那他们一开始就掐起来 他们肯定最后都无法走到关渡之战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势力夺了去了 同样的原因 在曹操被吕布打得捉襟见走的时候 袁绍也给他提供了帮助 是吧 知乎上还有人问 曹操肯定比刘备强 你看 吕布反叛曹操的时候 曹操能够把吕布赶走 夺回他的眼周 是吧 但是吕布在徐州搞刘备的时候 刘备就无法夺回来了 还得投靠曹操 是不是说明曹操比刘备强 有大刘就回来了 是吧 曹操能把吕布赶走 那是有袁绍帮忙的 当然我们如果用事后诸葛亮的看法 那袁绍帮曹操夺回眼周 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行为 哪有这么愤的 你怎么能帮曹操夺回眼周 你看最后被曹操灭了吧 但实际上 如果袁绍不让曹操夺回远周 他哪能放心的跟公孙战开战呢 袁绍跟公孙战开战的时候 曹操在中原也在兼并其他人 绝没有给袁绍导弹的意思 因为他们俩之间是有默契的 如果袁绍坐看张婊 吕布这样的人把曹操给灭了 那他还能安心的公孙战掐摸 这两个人跟他的交情 远不如他跟曹操的交情了 是吧 那曹操会干出 那两个人占了眼周 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他实在是没谱 他既然跟曹操达成了战略上的联盟伙伴关系 那就得帮助曹操 谁占据眼周也没有 曹操占据眼周 让他有安全感 是吧 如果他真的让吕布灭了曹操 然后自己在搞工程战的时候 被吕布捅了菊花 然后他也没有记录最后的决赛 别人和评论袁绍的时候 他肯定又是似乎住个量 说这老残怎么能让吕布随便就把眼周占了 你怎么不帮曹操呢 是吧 总之 我们袁绍没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总的大家看他前面的作为 总觉得这边不可理喻 那边也不可理喻 是吧 好 我们知道袁绍死了之后 曹操是给他上了坟的 当时还表现得比较伤心 虽然有可能是政治表演 但同样也有可能他是发自真心的 是吧 毕竟他们两个是在群雄之骂开始 是以盟友的关系 慢慢的把其他人一个一个的淘汰出去 当然同时提下曹操有一句著名的话 如果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曹操的粉丝总是反反复复的说 这就是非常的无聊的一句话 这肯定是这样的 别说没有他了 如果关度之战 曹操被袁绍灭了 袁绍难道就会让他的事业停止在那里吗 他肯定也是会继续兼并当时的势力 同样那时候作为胜利者的袁绍也可以说这样的话 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 几人侧王 这种群雄之骂赛 那就是一个赛跑 是吧 总会有一个人跑到终点 这个跑到终点的人不管是谁都可以放出豪言 如果没有我不知道几人称帝 几人侧王 是吧 因为他们能走到这一步 必然是站在无数其他势力的尸体上的 好 今天先砍这么多 我们下期接着砍